20岁追着曹操打 30岁追着刘备打 40岁追着孙权打 这男人是怎么做到的 800人大败10万军的又是咋做到的 更离谱的是 还挽救了曹操的命运 改变了历史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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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随曹操之前张辽跟过好几个扫台班子 找工作 丁元死于逆子谋杀 找工作 何进临时老板被太监切片 找工作 董卓死于人品崩坏 找工作 知道现在找工作多难吗 跟我混吧 张辽跟了曹老板 在同一个单位有不少都是老干部 张辽作为新人又是想象 很想表现自己 小张啊 我提点你两句啊 白马之战就是张辽挥手曹操后的首秀 但由于搭档是关羽 所以 你马真快 几天后张辽的机会又来了 白狼山之战 为了彻底扫清死对头袁绍的残余势力 曹操在国家的建议下远征无环 双方大军在白狼山碰上了 北面还没摆好登星 要不我们先防守一波 对就要放手一波 北面人多 我推推推 对对对 推推推 嗯 小张的想法正合我意 插拨 不是 别帅气 插拨一下 把军旗交给手下 这对曹操来说 可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 但事实证明 他眼光没错 要不是张辽干的漂亮 我怎么差不点 就直接嗝屁了 张辽得到了指挥权 带着士兵向敌军咬去 几万五万军被成片的打倒 首领踏盾 还被收了人头 从此 乌环消失在三国的地图中 曹操彻底扫平北方一带 几年后 张辽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这场战争的矛盾点在合肥 合肥是个水路交通枢纽 也是曹操地盘的南大门 为了夺取合肥 孙权亲上前线 带着十万大军进攻 我有十万兵还摆什么阵型 平A过去就把你打平 曹操这边情况有点尴尬 刚在赤壁书的纸上裤衩子 这会儿大部分兵力又上了汉中战场 留在合肥的只有张辽 岳晋 李典三位大将和七千士兵 莫慌 丞相留了锦囊妙计 打开看看 在资质通鉴中 曹操留下的锦囊就是个人事安排 由岳晋守城 张辽和李典带兵出城迎战 俩同伴还在发懵 张辽任督二脉通的最快 瞄懂老板用意 好耶 丞相庙 趁着半夜 张辽悄悄集结八百多大兵 将走向右 此日天还没亮 杀进孙权阵营 让你听听世界上最恐怖的声音 孙权刚睡醒 就被张辽等人围在一个小土坡上 于是话锋变成这样 你有没有功德心啊 又吵又闹的 今天我们不用睡觉了 今天明天还要上官呢 停 有话好好说 停 领导被围堵 剩下的十万人原地放羊 张辽轻松搞了自偷袭 华丽丽的撤离了 在孙权撤退回江东的路上 张辽再次带人反击 要不是孙权有主角光环 肯定要在这跪了 这一战给孙权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孙权损失最大的 不是兵力 也不是地盘 而是尊严和睡眠 伤害心不大 之后孙权有两次想搞事情 但一听到张辽的名字 马上就不困了 公元222年 张辽并逝 官拜 张东将军 是曹氏集团中 唯一一名得此殊荣的 外星将领 哇 滚之漫画 专制不明白